那刚才介绍的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都是属于资产的范畴当中 除了资产之外呢还有负债 那下边大家来看一下 负债也可以对其进行一个划分 按照它的流动性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两大类 流动负债这一块它指的是偿还期在一年以内的 括号还有一个含一年 也就是一年即一年以内的这些债务 包括短期借款 包括应付款应付公司以及应付福利费等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在核算短期借款的时候 它有哪样一些内容呢 首先就来看什么叫短期的借款呀 那负债大家可以理解指的是什么呀 到时候应该偿还的这些债务对不对 那短期负债强调的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 为了生产经营需要弥补流动资金不足 从银行信用社和有关单位个人介入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各种借款 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筹资的途径 但是呢是用这种借款的或者说用债务的方式 筹集到的一些资金 那么就把它称之为短期的借款 这个短期借款 它的一个快递科目就是 它这个本身就叫短期借款 比如说我从银行借了100万 那从银行借了100万 怎么记录呀 借方登记的就是银行存款100万 那代方呢 登记的就是谁 就是这块的什么 短期借款 100万啊 短期借款100万 那这个就表明什么 我从银行借了100万的借款 是吧 然后到期之后 你得给它这个偿还 那么这类负债性的科目 与咱们前面提到的资产性的科目 明显的不同在什么 资产类的 大家还有印象吗 资产类的 借方 登记的是增加额 贷方登记的是减少额 但是对于负债类的科目跟资产是完全反着的 那对于负债类的科目而言 借方登记的是减少额 而贷方登记的是增加额 所以你看 这块是借款增加了 对于他而言是增加了 所以他就登记在借方了 而这个银行存款 咱们前面提他属于流动资产 对不对 那他我借了钱放在银行了 他增加了 所以资产增加了 负债增加了 资产增加登记在借房 负债增加登记在贷房 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处理方式 应付款 应付款指的是村集体经济组织 与外部单位和外部个人发生的 偿还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各种应付款 包括应付款和赞收款 咱们前面是不是也提到了 一个应收款项 包括应收款和赞付款 所以这两个是相对应的 那应付款的一个核算 是需要设置相应的会计科目的 就是提到应付款的这样一个账户 这块跟刚才提到的短期借款 很相似 就不再举例子了 应付工资指的是什么 是集体经济组织 应付给其管理人员 及固定员工的报酬 包括各种工资 奖金金贴 福利补贴等等 那么无论是否在当年当月支付的 都应该通过在本账户当中 来进行核算 也就是说 你也是采取的一个 全责发生制的这么一个方式 那应付工资在结算的时候 也是通过应付工资的这个科目的 它是指的什么呀 你比如说 这个话说 我像这个打扫卫生的 就像刚才举的例子 我像打扫卫生的这个员工 支付的工资 刚才记得刚才怎么处理的吗 借方 登记什么 应付工资减少了 是不是 应付工资 张三 然后代方登记什么呀 现金 800元 这就是像打扫卫生的张三 支付了800元的工资 就做这样一个处理 第四个方面 提到的叫应付福利费 应付福利费 它指的是 村集体经济组织 从收益中提取的 然后呢 准备用于文教卫生等方面的福利费 包括照顾军列署 困难户的一些支出 还有计划生育支出 农民因工伤 因工伤亡的医疗费 还有呢 生活补贴 抚恤 民办教室补助等等 但是呢 不包括兴建 集体福利等 公益设施的支出 那这块呢 是应付福利费的 一个基本的范畴 那给他设置的科目 就叫应付福利费 应付福利费 那相应的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你向民办教师 发放他的工资了 那你就什么呀 借 发放工资了 是不是应付福利费就少了 应付福利费 带什么 以什么形式发放的 以现金 所以就是带 现金 这就反映了向 这个民办教师 来发放他的工资了 就做这样一个账务处理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呢 都是一年级以内的 这样一些短期的负债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年以上的 这些长期的负债 那就包括一些 长期的借款 以及应付款 那这个呢 跟刚才的短期的借款 和短期的这些应付款的概念呢 实际上是相对应的 只不过时期上的不太一样 他这块指的都是一年以上的 那比较特殊的呢 是这个一市一亿资金 这个也是在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当中 他的快递处理当中 特有的一些快递科目 首先咱们来看 长期借款及应付款 那他这块提到 长期借款和应付款 实际上跟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短期的含义 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有一处不一致是什么 是期限在一年以上的 那都指的是期限在一年以上的 这些借款或应付款 那这时候呢 为了反映这个类型的一些科目 就要设置长期借款及应付款账户啊 这个是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这些 是反映在长期借款及应付款 对于比较特殊的一市一亿资金 那这块呢 大家要更好的来了解一下他的概念 一市一亿资金指的是什么呢 是在税费改革之后 村籍兴办的一些集体公益事业所需要的资金 那么他一些资金呢 不再向农民进行固定的收取了 而实行一市一亿的办法 向农户收取一定的一市一亿资金来解决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他的用途是什么 那这个资金使用的时候 设置了一市一亿资金账户 因为呢 它是属于负债类的科目 大家回顾一下 那一市一亿资金要是增加了 登记在哪 是不是登记在贷房呀 那如果说减少了 也就是使用掉它了 那是不是就登记在建房呀 所以这块呢 是对于这个特殊的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所涉及到一个特殊事项一个处理 就是一市一亿资金 但是大家注意 它仍然是属于负债的 负债这个类型的 所以增加的时候 登记在贷房减少的时候 登记在贷房 第三个呢 提到的叫专项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它指的是什么呢 是国家或有关单位 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拨付的 具有专门用途的款项 那通过专项应付款 这个会计科目来进行显示 那为了反映和监督 村集体经济组织专项应付款的 收到和使用的情况 那这时候呢 在专项应付款的科目当中 来对它予以体现 那收到的时候 就是它增加了 所以既在贷房对不对 使用的时候呢 它减少了 登记在贷房 所以一事一亿资金 和专项应付款 这两个其实对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 都是区别于 其他类型的会计主体 所独有的一个会计科目 那最后一个给大家介绍呢 是所有者权益 在这个部分内容之后 没有给大家说 这一个横等式 在会计当中 有一个横等式 错了 叫资产 不是资金啊 是资产 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那咱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资产了 又分为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是不是 然后也给大家介绍了负债了 也是分为了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或者短期负债 也有的称之为流动负债 短期负债 长期负债 同时呢 这块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所有者权益 那么这三者之间 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横等式的关系的 所有者权益指的是什么呢 有这几大类科目啊 一类呢 就是资本啊 比如说某个企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主体 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投资了 那么这时候呢 就形成了他的资本 资本指的是什么呢 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投资者 作为资本 投入到村集体经济组织当中的各种财物的一个价值 就是资本啊 就是投资人投入的这一部分 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 称之为资本 那公积公益金 咱们前面是不是有一些业务处理当中已经 包含这样一个科目了 那么在这个科目里边 它包含的是什么呢 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从收益中提取的 和其他来源取得的 比如说刚才提到 我对外投资 本来呢 剔除掉累计折旧之后 那个资产固定资产就值80万 但是它对方给我作价做了90万 那有了10万块钱的盈余 是不是 那这就是其他来源获得的 那这些就把它 进入到公积公益金当中 这些用于扩大再生产经营 承担经营风险 以及企业集体公益事业的专用资金 都在公积公益金 这个会计科目当中来反映 当然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 注意什么 就是这个科目不仅反映你额外的一些收益 可能还会反映一些支出 所以这个科目 既可以出现在借方 也可以出现在代方啊 对于未分配收益 它是指村集体经济组织 尚未分配的留存收益 那它的代方余额表示什么 还有存在的没分配的 如果说是借方余额呢 其实就意味着什么 产生亏损了 需要咱们通过以后的年度的收入 来予以弥补啊 是这几个典型的内容 对于资本的核算啊 咱们就来看 刚才提到了资本指的是 投资人投入的这一部分 对不对 那资本它怎么来进行一个会计分录呢 或者说进行一个会计核算呢 代方登记的是资本的增加数 借方登记的是资本的减少数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所有者权益类 它和什么类的是一致的 是不是和负债类的是一致的 借方登记减少数 代方登记增加数 跟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负债类的科目 是一致的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具体的情况 当投资人以不同的形式 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投资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啊 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是以货币资金投资 这时候还是那个问题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立场的问题 我才画个框吧 这是咱们的村集体经济组织 那是有投资人 以货币资金的形式 往咱们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了 那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 一方面我收到了投资人投入的货币资金 那货币资金是什么 或是现金或是银行存款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呢 它是作为投资投入进来的 所以是不是咱们的资本增加了 所以这时候应该是什么 借银行存款 带什么 资本 就这样一个处理 这是处于资产增加了 这个是处于什么 它的所有的权益增加了 所以借银行存款 带资本 那么第二类呢 是实物投资的 实物投资的呢 指的是什么呀 比如说 用固定资产来投资 人家用固定资产来投资 那这时候 它的这个投资 是以固定资产的形式投的 大家注意不是投 是对方投资啊 投入到咱们这儿 这是跟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投资 跟那个对外投资可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注意 对方对咱们进行投资 那对于咱们而言是一个筹资行为 是不是 所以这里边应该是什么呀 人家投来的是什么 是固定资产 所以登记什么 咱们增加的就是固定资产 对不对 代方登记什么 资本 人家你一定要分清立场问题啊 这是对方向咱们投的 所以咱们增加的是固定资产 代方登记的是股本 如果说是用无形资产来投资的 那么咱们增加的是什么 咱们增加的是无形资产 代方登记的是资本 跟这个是类似的 如果说是劳务投资的 那么这块大家注意 按照当地劳务价格标准 坐驾入账 借方登记 再建工程 代方登记资本啊 这是什么呀 叫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是不是 投工投劳 也就是说 在进行投资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呢 他可能不是用资金啊 或是用设备啊 这样一些有形的 而是用什么老物啊 我帮助你来完成什么什么一些工作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借方注意 登记的是在建工程 代方登记的是资本啊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形 那么咱们前面提到的 公积公益金 当他要转增资本的时候 转增资本指的是什么 以前积累的这些 现在让他作为资本 来扩大经营规模 所以说借方登记的是 公积公益金 代方登记资本 那这前面介绍 都是资本增加的金融情况 其实也可以缩减规模呀 对不对 也就是资本减少 那资本减少的时候 怎么来做这个 会计分录呢 比如说有一些撤资的行为 那有一些投资人 从这撤资了 是不是意味着 咱们集体经济组织 得给对方一部分的资金呀 那这时候就是什么 借资本贷银行存款 这就是给他的资金 如果说当时投资人 是以固定资产投入的 现在咱们还得把固定资产 还给人家 对不对 所以就借资本 代固定资产 或代库存物资 这就是跟刚才增加的是 反向的一个操作啊 那么公积公益金 如何来进行核算呢 这块呢 会是一道好多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一些特殊行情 所以这块呢 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公积公益金 从形成的来源上看 他包括从本年收益中 提取公积公益金 也就是说 当本年的一些经济行为 产生了一些收益 那么收益分配的时候 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 公积公益金 那么提取的这个比例 是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的 并且呢 还得通过村民会议 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啊 这是他提取的 公积公益金的一部分 此外呢 还可以从资本溢价 接受捐赠资产 征用土地的补偿 拍卖四荒的使用权价款 一事一役 筹资筹劳转入 还有呢 拨款转入 对外投资中 实物资产重估增值 获取的公积公益金 等等 所以说你会发现 凡是啊产生的 跟村集体经济组织 导致他的这些 类似的权益类的 这种增值啊 都可以通过 公积公益金 这个科目反映出来 因为他是属于 所有者权益类的 所以也是增加的时候 登记在贷房 减少的时候 登记在借房啊 这个跟负债类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在进行核算的时候 那么提取的时候 登记在贷房 因为增加了嘛 然后使用的时候 登记在借房 因为减少了 是这样一个 基本处理方式 第四个呢 是未分配利润的 一个核算 未分配利润 实际上刚才提到了 公积公益金 是在利润分配的时候 其中的一块 我给提取出来了 对吧 那么还有一部分 赚取的这个利润 我没有考虑好 或者现在还不清楚 将它用于什么 那这一部分呢 暂时留存在这 就不予分配了 那这一部分 就形成了 未分配利润 它是在收益分配 未分配利润 这个科目当中 来予以反映的 那结合这几个知识点 因为都是跟会计相关的嘛 然后咱们就给大家 做了一个论述题 论述我国村集体经济组织 公积公益金的来源渠道 刚才也给大家列举了一下 由于它的来源渠道 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呢 也是结合着 咱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具体活动相关联的 所以这块内容呢 大家还需要掌握一下啊 一个呢 提到的就是从本年的收益当中 来提取啊 提取比例 按照国家要求来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从资本的溢价 还有呢 接受捐赠的一个资产啊 资产捐赠来了 咱们前面提到过 接受捐赠了 你得登记固定资产增加 对不对 但是呢 它这个金额上 如果说产生了溢价了 那代方这块就登记到 资产收益 这个公积公益 金这个科目当中 然后呢 征收土地的补偿 这也是国家征用土地了 然后给咱们一部分的补偿金 对于咱们是一项收入 是不是 那这个收入又跟经营状况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代方登记的是 公积公益金科目 拍卖 四方的这个使用权价款 对于咱们而言 也是一个收益的增加 所以说呢 也是登记在 资这个 公积公益金 这个科目当中啊 包括刚才给大家说的 一事一役的 筹资筹劳的一个转入 包括拨款 还有对外投资中 实物资产的 重估增值 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啊 只是值80万 但是他做了90万 那代方都是登记在 公积公益金科目当中 那这块给大家介绍的 这几个呢 实际上是 会计 进入分录的 一个相关内容 呃 这一部分内容呢 咱们在预计班 只是挑几个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在经讲班的时候 会系统性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 会计处理的相关内容 啊 包括 它的横等式 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还有呢 进行会计分录 核算的时候的 一些基本的原则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等到经讲班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进一步的展开 那咱们预计班的内容 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也预祝大家 在预计班当中 能够有所收获 同时呢 积极的备考 迎接咱们经养班 对每一个知识点的 详细的解读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